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巴车开在云南丽江去往卢库湖的山道上 灾难在一瞬间发生了 整辆中巴车突然冲下了149米深的山崖 由于山坡上基本上都是乱石 撞伤力相当大 所以当时车顶几乎被整个掀开了 里边19名乘客和一名司机全部被甩了出来 散落在整个山崖下 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往下探寻 争取想要找到更多的乘客 见到救援人员的到来 这些乘客也都在一瞬间有了求生的信心 最后车上被甩出的20个人当中 十人轻伤六人重伤四人死亡 而这些伤员当中就有随意和丈夫好一郎 而且他们俩属于伤的最重的那一批 因为他们当时坐在车的倒数第二排 甩出了比较晚 这个时候车已经冲下山崖很远了 所以他们被甩到了山崖的最深处 到现在两年过去了 随意仍然是躺在病床上 更有可能他将会在病床上躺一辈子 因为他伤到的是胸椎 整个人已经高位结瘫 自胸部往下都不能再动了 看着随意现在的样子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他在出车祸之前是什么样 我们播放一起来看看 这张照片里头穿着红色旗袍 可以说长得很漂亮的女人就是随意 当时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是27岁 今年他也不过才31岁 短短四年变化之大 让人难免会感慨 更让人可惜的还不是容貌 而是才华 随意是学艺术的 是北京一所颇有名气的大学的老师 家人曾经为他录制过一段弹钢琴的视频 当时随意的歌声很轻悦 琴声很动听 可是现在呢 别说弹钢琴了 想在一盏歌喉对于随意来讲 都几乎是奢望 他经常跟我说的一个词就是身不如死 因为他觉得现在活的就是一种磨难 好一朗呢 看上去似乎不错 但是他的伤却伤在看不见的地方 他当时正好是头部着地 之后经历了几次手术才保住性命 可是呢 智力却受到了永久的损伤 可是您知道吗 在车祸之前 好一朗的工作是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投资经理 绝对算得上是金领中的金领 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 都是相当出色 但现在呢 好一朗已经胜任不了这份工作了 只好辞职 随意和好一朗的人生 就这样遭遇了断崖式的跌落 这就让他们一家都猝不及防 苦不堪言 本来是一个比较幸福 那上有老下有家庭 这事业都是往上升的阶段 正是我们辛苦了一辈子 所期盼的动力 没想到就这样了 因为这一件事情改变了很多 就对以后很未知 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只不过选择去云南旅游一次 就让人生经历了这样的巨大痛苦 随意和好一朗该怪谁呀 经过当地警方的仔细调查 他们发现当时驾车的司机 卢洪亮有巨大的过错 首先呢 是他开车的前天晚上喝了很多酒 以至于在事故发生之后 检测他的这个血液酒精含量都达到了每百毫升八十六毫克 完全属于最佳 第二点就是卢洪亮还是疲劳驾驶 前一天喝完酒 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就出来挨个客栈的街游客了 并且在山道上超速百分之八十 第三点就是卢洪亮根本没有客运同业资格证 压根就不能驾驶客运车辆 第一个和第二个嘛都属于主观原因 明显是卢洪亮的错误 所以交通部门在事故责任认定上 也认为卢洪亮的行为与事故形成了直接因果关系 卢洪亮为这起事故负完全责任 但是在这背后呢 我们也不能忽视第三点 那就是卢洪亮明明没有客运从业资格证 是谁这么大胆让他开车 顺着这点往下查呀 真相就让人心惊了 不负责任的还有另外两方 一个是车主于海青 他身为车主 在明知卢洪亮没有客运资格的情况下 图这个卢洪亮的公司低点 依然雇用了卢洪亮 另外一个嘛 就是车辆挂套的 银浪移植自治县农村客运公司 没有进到监管的义务 不及时更新GPS管理系统 任由车子处于失控状态 所以这么一捋呢 犯错的就有三方了 司机卢洪亮 车主于海青 以及客运公司 之后整起案件也进入了法律程序 卢洪亮背叛交通肇事罪 卢洪亮犯那个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除此之外 作为客运公司负责人的林阿财 也没有逃脱相应的法律责任 也被认定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 在出事的最初几个月嘛 随意可以说是对这三方恨的是咬牙切齿 他觉得他们毁掉了自个儿的人生 但是经过之后的冷静和思考呢 随意说他最多的已经不是恨了 所以说这样的改变最明显的 就是体现在经济上 之前他和丈夫收入不错 可以说是小康有余 但是现在没了收入 养父母养孩子都没了着了 我说现在就是日后 还要需要一大部分资金 因为他毕竟他太年轻了 他出事是在29岁 他还有一个抚养孩子 还有孩子 还有你们都是独生自立 都是独生自立 对 都是 更难的是俩人还都得治病 之前在云南的医药费 不需要自个负责 但是随意的病情 后续治疗是不能中断的 甚至有可能得治很多年 这每个月的费用 大约都在5万左右 再加上双方父母年纪都大了 看着父母愁白的头发 随意和好一朗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认为是时候 应该有人为他们的损失来负责了 没错 赔偿 一般来说 车辆都是有保险的 特别是客车 保险更是不能缺的 出事的这辆中巴车 车主余海青也确实是给车买了保险 按道理 随意好一朗 以及其他受伤甚至失去生命的乘客 都应该得到保险赔偿 可是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经查 这辆车牌为云屁29772的中巴车 何载19人 但是事故发生的时候 车上却有20个人 也就是说车辆超载了 它并不符合保险公司的赔偿条件 所以不管是随意好一朗 还是其他的乘客 他们都不可能得到保险的任何一分钱赔偿 无奈之下 随意和郝一朗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他们想提起民事诉讼来获得民事赔偿 可是该告诉谁呢 在随意和郝一朗心里的那份名单上 除了司机卢洪亮 车主余海青和客运公司之外 其实还有两个名字 他们也想加上去 谁呢 一个是他们当时在丽江居住的客栈 另外一个呢 是名叫滇马的旅游公司 听起来这两方都跟这起车祸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随意和郝一朗还要找他们赔偿呢 先说客栈 这简直就是随意和郝一朗心中的一个隐痛 让他们悔恨交价 他们说如果不是在客栈里的随嘴一问 他们的人生就不会出现这么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呢 H随意和郝一朗回忆 当时他们来到丽江自住旅游 为了感受当地的特色风情 就特意调了一家客栈居住了 客栈老板挺热情 自然相互之间聊天就比较多了 说着说着呢 就谈起了丽江周边好玩的景点 客栈的人问我们接下来要去哪 有没有什么安排 我就说了一下去卢谷湖 郝一朗说他真没想到 就这么一句话 就改变了他和妻子整个的命运 因为客栈的工作人员 在听到他们要去卢谷湖之后 立刻呢就热情地拿出了一张单子 给了一张单子上面是很多车吗 还是 对很多车 那您怎么选 就是随便选的一个 郝一朗说 自个当时确实没有考虑 车辆是否正规 是否安全的问题 只想着车子能够来客栈街 图个方便而已 就连后来跟车辆联系 也是由客栈的这个 前台服务人员代劳的 然后当时也没有考虑说 这个车是不是正规的 对没考虑这些 我当时没考虑那么多 我觉得我还是挺信任 就这样 郝一朗偏偏选中的就是卢宏亮开的那辆车 第二天一大早 车子如约而至 他和随意就这样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所以随意和郝一朗认为 如果不是客栈推荐的那张车单 他又怎么可能坐上出事的那辆车呢 在他们看来 客栈肯定应该为此负责 说完了客栈 我们再来说说随意和郝一朗 另外一个想要起诉的对象 一家名为滇马的旅游公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不妨来做一张示意图 按照郝一朗说的 他是通过客栈与出事的这辆中巴车联系上的 但是客栈其实并不是直接与中巴车联系的 他们联系的其实是一个叫何玉龙的人 他们把要坐车的旅客的信息发给何玉龙 然后何玉龙再把信息统一给车主于海青 之后于海青把乘客的名单发给司机卢洪亮 由卢洪亮挨尖客栈去接人 你看其实这一环接着一环的 而居中的何玉龙 他就是滇马旅游公司的员工 郝一朗说他事后了解过 这家公司专门通过这种中介生意来赚钱 所以这四方加上车辆所属的 这个宁浪遗族自治线农村客运公司 一共五方 隋毅和郝一朗觉得他们都有责任 2016年5月 隋毅和郝一朗以生命权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 向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当然了 以郝一朗和隋毅的身体状况 他们俩是没法亲自来的 所以只派了代理律师来到了法庭现场 他们正式向被告的这五方提出了民事赔偿要求 这个费用一共是郝一朗的是一共七十八千三百九十二块二毛二 包括了这个医疗费 护理费 务工费等等 隋毅的呢 就是现在产生的医疗费 目前起诉的是三十多万 事情说到这儿 我想我们不难理解隋毅和郝一朗的想法 生活遭受了如此重创 请求赔偿的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事情会有这么顺利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了 因为很多在隋毅和郝一朗看来理所应当的事 从其他角度来看就不尽然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不妨先来听听这么几个说法 首先是司机卢洪亮 事实上卢洪亮已经在刑事上被判了交通肇事罪 有期徒刑六年 但是由于他在车祸当中受伤 这个身体太差 达不到收监的要求 所以被批准监外执行 龙洪亮就说了 像他现在这种情况 也不比随意他们好到哪儿去 他一穷打工的怎么赔呀 再来呢 就是宁浪遗族自治县 农村客运公司的老板 林阿财了 他也觉得自边是很冤 我最想不通的就是这点 作为一个驾驶员 你对这些乘客不负责任 在一个车主 这个与黑情 他明知道路口辆 是收缩不全 没有从与资格者 他还要进了个车 最后他们在出事以后 这个责任最后 然后可以坐监狱 然后把公司去的这些事 我真的有点想不通 并且呢 林阿财还提出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出事的这辆中巴车 是挂靠在他公司的 只收每个月300块钱 那挂靠费 车辆收益 他一分钱都拿不着 所以他不该赔这个钱 如果是这些客人做了 我们提成说 多少钱一店 在这门店 我又觉得是应该赔上 我觉得应该是 车主 还请一个对这次事情 全部负责 再接下来呢 客栈老板也觉得 他同样不该赔这个钱 我很意外 首先我就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 不是我个人导致的这种 这一期的这个 特大交通事故的这个 刑事案了吗 应该 何广州觉得自个儿 这个客栈是做好事 帮旅客介绍车而已 怎么现在还得负责呀 这不合理呀 最后是滇马旅游公司 他们就觉得自个儿 更应该置身事外了 因为跟客栈 或者车主于海青的 所有联系 根本就是员工 何玉龙的个人行为 与公司无关 车主于海青呢 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 车主于海青认为的话 他不应该承担责任 事故的发生的话 主要是由于驾驶人 卢红亮 酒驾 最重要的他认为 事故的发生 是因为客运公司 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 任务 所以他认为 他这一方的话 不应该承担责任 应当有卢红亮 以及客运公司 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共五方全都说出了 自个儿的理由 都把自个儿撇清了 可见随意和好一朗的 这场官司 绝对不好打 怎么办呢 官司会向哪个方向 进行下去呢 被告的几方说出的理由 又是不是真实的 而随意和好一朗 他们能够如愿得到赔偿 越过这一处人生的端牙吗 那我们说到 随意和好一朗 提起了民事诉讼 他们把司机卢红亮 车主于海青 车辆挂靠的客运公司 以及之前在丽江居住的客栈 和提供信息的 滇马旅游公司 一起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们共同赔偿 医疗费 务工费等六十多万元 司机卢红亮 车主于海青 和客运公司的老板 林阿财这三方呢 是互相推 客栈呢 咬定自个儿是做好事 但是滇马旅游公司 这边呢 就有点蹊跷了 那之前我们说了 他们提出 中介市员工个人的行为 并不是公司的业务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 法庭调查到一个事实 这是一份警方的询问笔录 被询问的 正是滇马旅游公司的员工 何玉龙 他是这么说的 客人信息都是客栈老板 介绍给我们的 在旅客付的一百元 单程车费中 我们也就是滇马 拿了十五元 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 但其中的分量可真不清 这说明滇马旅游公司 从每位游客的车位当中 获利了 这么一来 滇马公司的行为 或许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服务 既然是服务 那就要负责任的 打个比方 一些旅行社提供车辆给旅行团 即使这车是你租来的 可如果出了事 旅行社你能逃脱责任呢 这显然不可能了 同理滇马旅游公司看起来 似乎没有跟事故产生 直接有因果关系 但是在他的服务当中 却应该为自己找来的车辆负责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关键了 那就是何玉龙到底是个人行为 还是公司受益 关于这一点 车主余海青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余海青他认为何玉龙是一个公司行为 他还表明了就是 滇马公司跟他是有长期的业务往来 大概有六年的业务往来 由此法庭认为 滇马旅游公司有着不可逃避的相关责任 2017年5月2号 立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隋毅和郝伊朗的起诉 做出了终审判决 判处司机卢洪亮 车主余海青 以及客运公司 共同承担90%的赔偿 一共是584213元 滇马旅游公司承担10%的责任 64912元 而客栈老板何广州 他虽然也干了中介的活 但他的中介范围仅仅是提供信息 所以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远在北京的隋毅一家人 得到消息之后 显得相对平静 因为时间是沉淀伤痛最好的良药 尽管这些赔偿相对于 他们未来的生活 仍然显得背水车薪 但是他们一家人 已经做好了 重新出发的准备了 我都会主张往前行 我要对两个孩子有个交代 卫生间的现有条件 这个是要拆除的 这个坐变器 搞不好还要掉方向 因为这儿要过了一个轮椅 然后这儿要做把杆 坐变器要做把杆 因为它要从轮椅上 按着这儿滑过来 基本上很多东西 重新再来了 生活得重新规划了 重新规划 我现在必须要做好 如果我这些事做不好 我死都闭不了眼 我今天都六十了 出这种事情 他们俩都这么年轻 或许随意的这场官司 只是这一场车祸后遗症的一角 或许还有其他受伤的乘客 仍然在追寻着赔偿和公益 但是我们也相信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也将会和随意一家人一样 选择重新出发 选择继续面对生活 因为不论挫折多么剧烈 命运多少坎坷 我们人性当中最坚强的本质 总是会适时的站出来 支撑着我们走向未来 而对于承担责任的几方来说 这样一场获释 以及最后不论是刑事 或者是民事上的法律结果 都应该让他们明白 责任两个字到底该怎么写 你是司机 就得对乘客的生命负责 你就没权利半夜酗酒疲劳驾驶 你是旅游公司 你就必须为你的游客 找到合格的车 你是客运公司的负责人 你就有责任管好 你公司名下的车辆和司机 如若不然 你就得为你的不负责付出代价 两年过去了 这条丽江通往卢库湖的山路 依然是蜿蜒曲折 车辆颇多 但不同的是 经过旅游部门的多次整顿 现在的这个旅游车辆 以及相关的同意人员的资质 需要经过更严格的核查了 而我们也相信 这里从事旅游的人们 也将会因为那次惨痛的教训 变得更加懂得责任的意义 也更加理解生命的重量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过程 如果在这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论论方式 告诉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